台湾的地址您了解多少 不了解怎么爱台湾 地球年龄有多少您知道吗 告诉您是46亿岁 而台湾岛年龄有多少您知道吗 告诉您是600万岁 台湾可分成五个地址分支 分别是西部平原基督山带 雪山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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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台湾地址法于2011年正式施行 在海外出上开启了新的一页 嘿 嘿iahicodish mi be-leng GE Hodish mi be-leng GE 及土地次元環境至基本地職資訊特指引登坊 不但就做主席的決議 第四法草案 修正通工 謝謝 現在共識的審查 協調 取得朝野取得共識 今天三個通過 前後第四法草案 實屬不異為 今天對立法案而言的 是一個在臺灣永續經營的一個邁向 新人員準備的開始 地質法 完全地法 並不是說 馬上臺灣的地質災害就能夠 就從此就沒有了 這些事件 這些地質事件都還是在發生 但是我們可以掌握確實的資料 做有效的防範 剛公告不久的地質法 將部分國土以地質特性化成為民感激 大家好 我是小柔 你知道地質敏感區是什麼嗎 我們都不太清楚 我們希望我們很專業的團隊 能夠讓我們一般民眾很清楚的了解 什麼叫地質敏感區 地質敏感區總共有五種 然後它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的話是資源類 那第二類的話是災害類 那資源類的話呢 就是有像是地質景觀 然後類似野流那一種的地質景觀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是地下水的補助區 這樣子 那災害類的話呢 就是有像是山崩啊 它斷層然後還有土石流 像這樣子 其中地質敏感區如野的地質公園 著名的女王頭算起來有四千歲了 是由於其脖子部分與頭部部分 抗侵蝕的差異所造成 我觀賞這樣子 極有特殊地質意義的地方 例如像是澎湖啊 野流啊 然後還有像陽明山這些地方 再如澎湖地質公園的 鑄壯節裡旋舞園 是於一千五百萬年前 火山活動結束後 出露於地表 地下水補助區是指地表水入勝地下水的源頭區 可提供地下水資源 並可減緩地層下限 例如 佐水溪溪溪、屏東平原及南洋平原區的上游地區 這些地區多半是在平原跟山坡地的交接處 那它就是可以讓雨水落下來的時候可以穿越地層 然後形成地下水的資源的這個區域 地震斷層是指過去十萬年內 有活動證據 且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 如 測龍浦斷層 後續的報告書裡面該減附的資料大概就是 以及資料來規定有一些地區 斷層敏感區域就是 只過去十萬年然後有活動過 以及未來有可能再活動的斷層 像是測龍浦斷層 每一段就有一個滑軌 那2002年的時候斷層真的懂 它有一個規模超過七一朝地震 那斷層真的懂 大家可以比照一下兩個位置是不一樣的 山坡面感區域是指曾經發生 吐司崩塌或有山坡或地滑 發生調整地區及其周圍 亦直接受山坡或地滑影響的地區 如順向坡地區 這是曾經發生過崩塌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再發生崩塌的地方 像是北二高的順向坡 土石流的敏感區是指曾經發生土石流 或有明顯土石流發生調整地區 及其周圍一直接受影響的地區 如南投神木村等山區 土石流的敏感區就是像是曾經發生過土石流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再發生土石流的地區 例如像是神木村 地質是很民生的課題 所以從國中高中就有地球科學測成 尤其地質法通過後 更是和大家息息相關 所以有句口號 在生活中多關心一分地質 在生命中創造百分百幸福 你有沒有舉個手讓我看一下 哇老師有這麼多的人 趕快看鏡頭趕快看鏡頭 老師會把這些影片都放在網路上的 然後 那相信大家也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騎單車 由台灣 然後呢去學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景觀 並且人文知識 那在這邊呢 我們地調所有準備一些小禮物給大家 也就是關於我們 說了這麼多 你還記得嗎 沒關係 走多上網來查詢 聽著台灣的心跳聲 讓我們一起來一個 關鍋聲 好 好